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柯文哲确实吸收部分蓝绿选票 泛绿泛蓝选民有1成5到2成5都挺他 更有高达4成2的中间选民愿意票头可批 看一些民调你知道吗 就是说中间就是非蓝非绿的百分比 还是在上升就是事实 不同的机构做出来不同民调 都是这样嘛 就是不同民调就这样看一看看一看 看完以后还是要每天认真做事 继续过活 民调数字虽说是参考 但也替柯正英打强心计 选举期间柯文哲拉拢盟友和努力 先前曾经同台中山大同的林国成 和时代力量林亮君 不只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现在传出柯文哲全力补血 也是为了拉下像王世坚这样的 科黑议员 多许一次议员的选举 要拉谁上来比较容易 所以要把谁打下去比较困难 交情比较好的议员你知道 说替他多刨几场那有 像林国成这个本来就交情比较好 所以你说替他多刨几场那是有 那时候说替他特别去搭下谁 其实我们也没有这个计划 科黑还是有票房啊 一定有的他怎么没有 否认是为了打击不同意见的议员 而是站台得看交情 不过要帮谁辅选 柯文哲的内部名单早就分得仔细 凭连任布局精心算计 互不为盈 三个新闻 整局解决机 听不到